7点咯 我们一起来听歌 谈天 享受快乐好心情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 我是乐乐 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 今天我们在空中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 好朋友啊 现在是一个网络的世界 网络的时代 大家都知道啊 很多人做生意不见得会去租三角窗来开一家店面 他可能就在二楼住一个普普通通的办公室 也能做起网络生意耶 所以呢 现在很多人说 什么一楼的店面租不出去 逛街的人变少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在网购 然后所以呢 这个网络也鼓励了很多人创业 像很多农民就借着网络 把自家种的水果给卖出去 所以现在很多人想要创业做生意 也会从网络切入 网络行销这个领域非常的细 朋友们如果想要用网络来创业 那网络行销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乐乐今天就来空中跟大家分享一本书 网络行销36Z 那这本书有两位作者 两位都投入网络行销非常多年的时间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联系访谈书中的一位作者 林嘉文老师 嘉文老师你好 请问嘉文老师 现在网络是不可少的 那我们大家要在网络上曝光之前 总是内心要先想好自己的特色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们要结合你这本书 怎么样找出自己的特色 那个基本观念 难道在网络上什么都可以做 什么都可以赚吗 大家基本上在现金的话都有一些迷失 就是说我好像只要把东西放在网络上面 我就可以卖得很好 或是说就是有业务来源 基本上在以前竞争顶手没那么多的时候 这观念或许可以用 那像现在基本上对于网络概念已经很普遍了 然后网络的消费经验也很普遍了 基本上如果像以前一样说 好我把只要把东西放在网络上面 就可以卖出去了 观念已经不适合用于现在了 是 那很多人会质疑说 为什么我要怎么找到自己的特色 其实大家不要想的太复杂 网络上面你的特色就是包含你资深的优势 看你上场什么 例如我上场文案撰写 我可能就是专注文案下去去研究 那例如你是电脑技能 你可能就是专门针对电脑技能下去研究 然后在社群上面找出自己的一天一天 或是说找到一些市场的潜在需求 可能就是有一些上班族 像我们有些例子 有一些上班族回家 或是说他回家太晚了 他必须要吃外卖 可是外卖久了之后 你可能就是会不健康 或许你的厨艺很厉害 你可以帮这些上班族解决一些饮食上的困扰 帮这些上班族回家的时候呢 可以让你煮的东西你打包 或是说寄送给他们 当然这都是属于小群体 因为如果你的特色可以服务一群人的话 我建议是说把这群人服务好 总比你把服务很大部分的人 到后面什么都没得到 还会比较难的食器 所以同样是做吃的 虽然大家都说民以食为天 好像我卖吃的一定赚钱 但是不是这样讲 如果我特别可以服务到 这个上下班很晚又不太会煮的人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解决完之后 这就变成我自己的特色了 对不对 对 特色这种东西 基本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自己的特色 然后你怎么去找寻而已 你像很多 我们学生里面有很多 都能经营宝妈 我们所谓的宝妈 或是团购这一群人 他们是利用群体 只要消费者有想要的东西 他们去帮他 帮他们的消费者 找到比市面上更便宜 100到200 或是说几十块的东西 通通可能因为毕竟 这就是赚差价利用团体的力量 去跟场上要折扣 所以好好的经营一块 有时候不需要太多的技术方面 你就是找出自己的特色 如果你是号称里长博 很喜欢管什么 别人的一些索碎的事的话 你可能就是获取成立一个族群 然后让大家觉得一些知识小达人 你只要我随便 我是说我的生活用处少了谁 我要干嘛 然后我要找谁来 我在群组上面 抛出一个问题 然后你可以立即的解答 基本上这个就算是一个很 可以让你破例的网络行销 不一定要砸大钱 不一定要做什么 找出你自己的特色 才是比较主要的 这个有求必应 其实也是你自己的一个特色 再请教老师 现在的人 他进入网络行销的时候 他就会想说 那不然我来架个网站好了 所以投入一开始 就是投入网络的领域里头 很多人一开始 他就觉得 我一定要做个网站 那他网站有了 可是他好像以为这样就够了 他就没有再去把它做优化 那您建议说 他其实有一点观念 他已经有做网站了 您怎么建议他在扩大布局呢 因为您在书中也有提到这件事情 基本上做网站 跟做好搜寻网站 就是两码刺 很多人都说 OK 我只要做好网站就好 可是做好网站 也有一些小的技巧 或是说 像我经常会遇到就是说 我的学生里面 会有做网站里面 他已经做好一个网站了 他说为什么搜索引擎 找不到他 那就是我们 所有的搜索引擎 就是Google嘛 各位以最常有意见的困难 就是我们网站的网址前面 通常是HTTPS 可是有些人 HTTPS 它就是要有密码经验的 一个防卫作用 可是很多人在做网站的时候 这叫HTTPS 所以在目前在Google里面 这种网站它是不太熟翻名的 所以很多人 就是一点 所以很多人可以注意一下 如果你的网站做好了 然后如果没有搜寻的话 没有搜寻不到的话 或许其中一个最大的主因 就是你的HTTPS 没有S 只有HTTPS 各位可以去检查一下 如果已经有网站的人 您建议怎么样优化他的网站 再让他的网站 知名度更高一点 让更多人来他的官网 现在做网站 要记住这件事情 你要当你自己的推销员 那自己的推销员 不一定是要公民推销 你可以就是说 假设你是做母音产品的 或是说 第一你可能是在各套论坛里面 去帮人家解决一些问题 建立一些专家角色 就是像母音产品里面 像妈宝 宝妈 他们可能就是新政客里面 的一些问题 你刚好这个网站 是图了这个类型的 你可能不是在上面 然后留一些眼 或是说帮人家解决一些问题 然后下面就付一个网站的网址 这样的话 人家自然而然 觉得你这个是专家 那专家说的东西 介绍的东西 甚至贩卖的产品 我也可能比较幸福 所以就是人家就会下班 流量这种东西 有时候人进来之后 你要怎么说服人家买东西 就是还是比较重要的 那第二点的话就是 你可能在各大论坛里面 因为毕竟每个专业 每个专业的不同的论坛 或是说各大的群组里面 你可以去解决 或者假设我今天房屋肉水了 那我该怎么检疫修理 那你完了之后呢 你后面可以安排一些说 对 在你解决问题提供方法的时候 就说 我房屋问题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解决不了的话 那我们这边可以请专人处理 那专人可以就是 你可以打在 Google搜寻营局面 建议他打一些关键字 或是说 因为现在的人 有一些还是对网址 他比较有防卫时 因为材质上满多的 对 你可以叫做一些关键字 然后你刚好布局 布局叫关键字 Google打出来 就是你可能就是 第一页就是你的 扣除广告之外 第一页可能就是你的网站 那你可能就相对的经验 引导他到你的网站上面 你的网站就会打亮曝光 然后第三页就是 你可能就是要主动宣传 没有做网站 因为很多人做完网站之后 他的受众的时候 不知道说 他有网站 因为经验不讲 编译也不知道 所以说你必须要自己去宣传 这样经过一段时间 变成专家角色 让人家解决问题 让人家主动宣传的话 大多数 我的经验 只要你的受众群群 或是你的曝光率过多 你的网站自然而然 就是曝光率 或是引导流量 会变多 所以在当专家这个角色 在论坛上 解决别人的问题的时候 别忘了把自己的网址 给连上去 或者是说 善用关键字布局 让这个关键字 可以连到你自己的网站 就对了 是的 对 OK 所以不是傻傻的 只是在自己的官网建立好 那以为这样客人 就会送上门了 现在的时代 对 因为现在时代 不比以前 你做好事 你不跟人家讲的话 你的功劳搞不好 会被别人抢去 因为毕竟网路命名很多 像我的笔名在上面 如果我没有跟我的 本能相连结的话 只要兔光 别人 因为我跟早兔光说 哦 他是风陈阳光杠 我以前 所有清辛苦苦经营的 那些人脉啊 或者那些经营的业绩 全部都被他拿走 所以在网路时代 我会建议就是说 脸皮厚一点 你做好事 让人家知道 那没关系 OK 那我最后请教您 因为在这个网路行销领域 每一项 其实都可以谈得很深 我们真的也不太可能 每一项什么都懂 那如果我们要请教 专业人士的时候 这个我们要怎么样判断 这个真假 专业人士 他到底有没有料呢 专业人士 我们那时候在网路上 网路行销常讲的一句话 每一个人 大家都可以成为专家 只要你懂电脑跟网路的话 基本上都可以 那这个是网路行销的话 那厂商会比较困扰是说 我怎么找到对我有利的 基本上的第一点 通常厂商一定会去比价 这个无可厚非的 对 那你在比价的中 你在比价的中心之下 你就会大概知道 这个网路上面的评价 这个假设我们应该是说行销 帮你做网路行销的公司 网路行销公司 我们这样说好 网路行销公司 评价多多少少都会在网路上面出现 这是一点 那另外一点的话 看他们公司的网站 是不是做的专业 因为通常如果你自己都做网路行销了 自己网路行销公司的网站不专业的话 那很难得去信服了 那第三点就是当你做完之后 基本上专业的网路行销公司 他会跟你说一些 他不会跟你说 你找他之后你就可以赚到钱 因为做行销跟赚到钱 就是两码事 对 因为赚到钱可能它包括 你后面的整个服务流程 我们就不在那边多数了 那专业的网路行销的人 你昨天讲说 OK好 我可以看你做到什么程度 可能就是第一 你的网站曝光量会变多 第二你的文章数 我帮你写几遍 那第三 你的曝光量变多之后 我的网站的点击率会变到 第四层 就是我在 就像我之前刚刚讲的 我在自己的布局 每一个布局 每在来一个论坛 帮你曝光 然后来个论坛 帮你做一些点击数 做一些文章的撰写 这一些通常都是在 草约书里面 或是说提案书里面 就去提案 专业的人是不可能跟你画大比 因为只要丙一画大 做不到 就是我搭乎自己的脸 所以基本上 我觉得踏实一点的专业人士 那边讲说 我们做到什么程度 然后业绩达到什么目标 然后什么阶段 做完网站 什么阶段 该付什么钱 他都给你清清楚楚 那付款比例 表面是多少 他都清清楚楚 帮你写好 甚至帮你规划好 那厂商就是一看 OK 就会比较幸福一点 我不是一口气一口 我可能就是什么事情 做完之后 业绩达到目标之后 我再去勤款 然后再去付钱 这个就是会比较专业一点 是 就是说如果是专业的时候 他会把每一个阶段 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果 他会很客观的跟你讲 不会碰巧说 每一个都是百分百 是的 但是有些业主 他会看准说 有的老板求好心切 希望一次就是求CP值 那有些人老板当然都希望是说 我花最少的钱能够得到最好的效果 那有的业主就会这样碰轰 哇 这个很多对网路不懂的业主 就会被这样的提案的花言巧语给迷惑了 还是会的啦 所以说我的建议是业者很多比几家 那不要贪心 知道你现在要做什么就好 因为毕竟说实在的 大家都知道 花最少的钱做到最大的效果 这个是人人想要的 对对对 不过现在从次来的最大效果是指神 如果说你花一块钱片 让你赚一益的话 基本上大家都不可能 可是大家还是会想选择去相信 那没有说是业者 对因为毕竟都是人性 那我只能建议说 想好你目前现在真的要什么 你不懂 你可能是去请教人家一下 或者说你请教各方面的朋友专家 或者说把你的提案事物拿给 相关人事 如果你有人脉的话 相关人事去做 然后做完 人家可以说 OK这个业者 他的提案到底准不准确 或是他的提案到底他不踏实 这才是最重要的 因为碰碰大家都会 那只是做到后面 不要赔了钱又得了夫人 那才是我们大家最心疼的一件事情 是的没有错 真的乐乐真的是也建议大家 就是说每个人都希望 就是用最少的钱 获得最好的成果 但是呢 你这个心态呢 当然我们要善用我们手边的每一分钱 因为钱要用在刀口上 但是也别忘了 每一件事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也是有他的 就是说多少钱做多少事 否则你的这个心态就被有心人给利用 然后碰轰 那达不到反的就是 反的是真正这个花钱的人吃亏 所以我们还是劝有心投入行销领域 尤其是要找专家的时候 我们还是务实的每一个阶段 能做到什么事 我们用这样的心态 你比较不会求好心切 被这个有心的业者给利用 那这样子我觉得 对你网路行销的路 也比较能够走得远 谢谢佳文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 那因为网路行销的妹妹嘎嘎 实在是非常的多 我们请好朋友来阅读 网路行销36纪这本书 那他会把很多网路行销 会遇到的妹妹嘎嘎 或者是你思考上的盲点 给点出来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佳文的导读 谢谢佳文 好 谢谢佳文 谢谢 谢谢 谢谢佳文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